联盟大事 场外风云 白话美智兰 一起聊个球 我是老白 NBA常规赛继续进行 勇士客场挑战梯湖 梯湖在开赛以来状态非常好 连续击败辉雄和尼克斯 在西安保持健康状态下 联合英格拉姆以及麦克勒姆 得分效率都很稳定 但还是那个问题 说不准什么时候 西安就突然受伤倒下 然后梯湖战绩急转之下 失去竞争力 勇士开赛以来 金木战先输太阳 随后联姻国王和火箭 不管过程如何艰难 比赛打到最后五分钟 库里一定可以挺身而出 打国王时 库里狂轰41分带队大逆转 打火箭时 库里末节四季三分逆天改命 确实不讲道理 此外 保罗从打火箭起 就被科尔安在板凳席 事实证明保罗代替不效率提高 防守压力没那么大 而且身边的年轻人和老搭档萨里奇 效率值都有提升加持 由于昨日刚刚打完火箭的比赛 今天被靠背了比赛 科尔选择轮休克莱 此外库明加也不打 勇士首发正人为 库里加穆迪加维金斯加追 孟格林加卢尼 保留在回应自己被锁定 替补的话题是表示 不是喜欢不喜欢的问题 我喜欢我们一直赢球 替库首发为 麦克勒姆加霍金斯加 赫波特琼斯加西安加瓦兰 英格拉姆因为右膝酸痛缺席比赛 太极格林卫禀库里空间上篮 麦克勒姆和瓦兰连续标中三分 库里的飘移三分造犯规 西安连续挤开穆迪和维金斯 坦克上篮打击 中断格林中投得守候 延续卫禀库里轰进三分球 但勇士对于内线防守无能为力 西安犹如推土机 所到之处 寸草不胜 此后库里和丹尼尔斯继续对标三分 保罗上场后 突破机厅跳投打击 前湖人球员瑞安连拿五分回应 萨里奇的三分球 加保罗为禀戴维斯爆扣 杰末保罗再中三分球 第一节打完 凭借保罗带队 勇士29-27反超提湖 保罗在场勇士节奏很流畅 第二节开打 保罗继续卫禀小培顿极限拉杆 盖维斯自投自抢 不过提湖在麦克勒姆带领下连续回应 瑞安三分弹无需发 中断保罗继续军训瓦兰丘纳斯 随后抢断住卢尼报扣打听提湖 此后波杰姆斯击得上 小南加穆迪的三分球继续扩大分叉 关键时刻 开始先一步过掉卢尼 轻松完成2加1 库里回来后开始冲进篮下 提湖则依靠麦克勒姆和小南四打听勇士 格林后传开球 直接传给了麦克勒姆 节目小配对内突外头连拿5分 小南四和麦克勒姆下起3分语 麦克勒姆上篮继续缩小分叉 半场结束时 勇士59-57领先提湖 其实第二节保罗先发带队 效果真是好 控制节奏 进攻感觉又好 展示一位历史级别的传统后卫是怎么打球的 队友要做的事情很简单 就是把柄吃了 保罗带队取得优势 库里接着回来带队 终于不是上来填坑的 这个感觉太舒服了 下半场回来 韦基斯终于打破的分晃 目的空间爆口加库里三分球轰气 格林的串联确实能耐节奏 提湖进攻陷入停滞 韦基斯迎着麦克勒姆再中3分 库里随后3分球拉开两位数分叉 中断瓦兰和麦克勒姆连续单打止血 不过目的的三分加库里的上篮加维基斯的中距离 勇士领先优势越来越大 后半段麦克勒姆带队友反扑势头 不过保罗上场后 卫柄戴维斯 盯着小弹斯干把跳投打进 戴维斯自投自抢后 保罗又点名单知西安 极显飘移跳投打进 三节打完时 勇士98比78领先提湖 保罗控场能力太强了 库里终于不用带完首发带踢补了 第四节决战 伟金斯撤步跳投打进 保罗未病库里中投命中 西安和刘易斯帮助提湖直血 库里先是接到保罗传球轰进超越3分 随后运到底脚撤步3分再中 西安的攻况已经击不起浪花 小佩顿和穆迪内外开花 库里竟脸托举上篮叶中 此后库里挡拆后再中超越3分球 直接把提湖打到脚械投降 换人进垃圾时间 最终勇士客场130比102大胜提湖 勇士迎来三连胜的同时 中间提湖两连胜 提湖数据 西安19分5篮板3助攻 麦克勒姆19分6篮板5助攻 瓦篮11分6篮板3助攻 其实本赛季金州勇士 新赛季的赛程安排并不太轻松 他们早早地迎来了赛季的 第一个被拷贝客场之旅 在攻克航天城之后的24小时里 他们就要辗转西安奥尔良迎战提湖 以防不测 勇士轮修了汤普森和苦名家 但即便轮修两位主力 客场作战的勇士 依旧轻松加愉快地搞定提湖 停机第三节打出的一波流 库里在30分钟的出场时间 里好取42分5篮板5助攻2强断 三节半打卡下班 蒙身全场3分 线外13投7中 后撤不3分 logo shot不绝如履 难度怎么高怎么来 真神了 骑士从前一场打火箭的第四节开始 库里就有了爆发的迹象 单节出战7分钟 命中4G3分单枪匹马 砍下14分率队取胜 显然 这样的好手感被库里 带到了被靠背的比赛当中 对阵提湖 首阶萌神就扔进了3G3分 原本四个 后来有一个被判为长两分 虽然第二阶有所沉寂 但到了下半场 库里又端起了98K 开始了自己的外线的分性 晃开霍金斯 同梦胖虎 就连换防到眼前的大瓦篮 也如惊弓之鸟般不敢离开库里半步 可见这位历史第一三分射手的威慑里 勇士官方也是第一时间 晒出了库里在比赛中打风了 和队友们激情庆祝的赛场截图 注意颗勇士中 将士们似乎已经不在库主场了 一圈人仿佛置身大动中心 就连现场的库球迷也纷纷倒戈 为库里的神奇表演被迷倒 为他疯狂欢呼 值得一提的是 凭借此一火力全开的超神发挥 库里本场的42分一局 超过了此前和国王一战的单场41分 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高分记录 库里也因此成为了本赛季联盟中 首位拿到不止一次单场40家的球员 要知道赛季才刚刚开始 这才是库里打的新赛季第四场比赛而已 只能说 库里休赛期的减重尝试很成功 那个外线无比清零的球场精灵又回来了 从他拿变化莫测的脚步 和神鬼莫测的三分出手中 根本看不出蒙神已经35岁的影子 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这门早早的就进入了状态 打出如此现象级的表现 场均33.5分 三分命中率高达58.5% 库里这赛季是要干一番大事业的 有了保罗相助 带领第二提补阵容的任务就不用他费心了 蒙神可以全身心投入自己的个人得分表演之中 效率直接拉满 只要他能保持这样的表现 勇士就是西部好强中不能忽视的一部分 与此同时 大家也将重新讨论这位35岁老将当选MVP的可能 相较2021年那孤胆英雄般的表现 如今的库里效率更高 带队成绩更好 他会是新赛季MVP的有力争夺者吗 在即将到来的第一期MVP候选榜排名中 库里会取得怎样的成绩呢 另外对阵提呼这场比赛 勇士有两个新变化 第一个变化 保罗会替补到底 这场比赛汤普森没有打 按理说保罗会进入首发 结果科尔这边并没有这么做 而是让保罗继续替补 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信号 那就是说保罗会替补到底 当然了 这只是基于格林在首发的时候 保罗去打替补 或许格林缺席比赛 保罗会回到首发 现在只能肯定的是 汤普森不打的时候 保罗就是新角色 其实还是要感谢保罗 如果不是保罗这么付出 勇士或许还要为这件事去试错 就像当初胡人和威少一样 第二个变化 科尔继续挖钱 库明加和可莱布上场 科尔也没有闲着 这场比赛进行了深度挖钱 对于波杰姆斯基的使用 科尔并不是垃圾时间让他上场 而是进入了轮换 波杰姆斯基在上场的22分48秒时间里 拿到了5分8篮板2助攻数据 在场正复制达到了加15 也是比较可观的存在 另外还有一位球员 那就是戴维斯 戴维斯这位球员是一位新人 科尔重用他之后 小伙也是很抢眼 拿到了13分10篮板数据 其中有8个前场篮板 是球队的惊喜之一 其实可以看看现在的勇士 可以说是相当的稳健 最强组合也已经找到了 现在勇士决胜阵容有两套 第一套是维金斯加库里加汤普森加格林加卢尼 这是他们夺管赛季的班底 第二套是将维金斯换成保罗 这又是另外一种打法 有时候库明加也能参与进来 科尔会根据对手来调整阵容组合 无论怎么说 勇士本赛季初期 绝对不会再犯之前的那种错误 球队内部也没有任何问题 穆迪和库明加这边 也都能扛起重刃了 让球队处于良性循环的状态 穆迪本场比赛拿到了13分4助攻3篮板 很好地顶替了汤普森 现在库里还处于巅峰期 本场比赛又干下了42分5篮板5助攻数据 是真的难以阻挡 库里在赛季初期就早早找到状态 本赛季也就意味着继续高跟猛进 对于现在的勇士来说 最大的伏笔就是伤病 只有帮球员不年轻了 他们每个赛季多多少少都会缺席一些比赛 否则科尔也就不用这么早就开始轮胸 将球员保护起来 当然了 如果每场比赛都能这么轻松 对球员也不会有太大的消耗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 库里带外首发带替补 打得非常累 自从保罗替补出战后 问题解决了 关键保罗的控场加持 勇士进攻非常流畅 而且保罗先阶段防守压力没那么大 勇士逐渐走上正轨 继续加油